欢迎来到天然士官美食 这一期我们来做酸辣鱿鱼汤 这道汤的味道 基本上是我家乡福州的风味 通常是要用干的鱿鱼 用水泡发后来做这道汤 其实泡发鱿鱿鱼 过程还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我今天就选新鲜的鱿鱼来做 那怎么样选鱿鱿鱼呢 你要看鱿鱿鱼的外皮 要发青发白 如果颜色变红 那说明它不是太新鲜了 那我们今天做这个鱿鱼汤呢 我选了大概这只鱿鱼 350克左右 不需要太大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这个 头啊还有外皮这部分 全部取下来 那么取下来这个部分 你可以这个跟洋葱 然后加一些酱油料酒汤 来炒着吃 那我们今天做汤呢 就需要中间这个部分 我喜欢在这个鱿鱼片上 切这个十字花刀 那怎么切呢 就是第一次下去的时候 是90度角 也就是直角下去切 那么沿着长的方向 那不要把它切断 那第二次呢 就把它横过来 这时候呢 是30度的斜角 每三刀切一片 切这个鱿鱼花呢 最好要用这个比较锋利的刀 那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花刀切出来以后 它煮锅之后是什么样子 就像这样子 跟这个花一样很漂亮的 那么那当然你现在切好之后呢 就放在一边备用 不要去动它 我只是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那接下来 我们就准备这个配料 这个配料的量在屏幕上都有显示 另外要提醒一下 做这道菜呢 这些调味料一定要事先准备好 因为新鲜的鱿鱼呢 是最怕煮过头 所以动作一定要快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锅烧热 然后放一汤匙的油 把前面准备的葱姜 先把它炒香 之后把这个冬菇啊 还有西红柿稍微炒一下 加进去500毫升的这个水 那这里水和调味料的比例呢 尽量不要去调整 因为这个是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浓度 才能吃到真正的酸辣糖的味道 好了接下来就把前面准备的 调味料当中的盐和糖先放进去 然后再把准备的醋放三分之一进去 也就是半汤匙 这个就是福州师傅在煮这道汤的时候 一个小秘密 那么它呢 这个出来的这个酸度会比较稳定 好了现在就来处理这个白胡椒粉 我们放这个胡椒粉的时候 要把这个汤先把它调成糊 然后再倒进去 这样就不会结块了 然后之后呢 就把这个汤烧开 烧开了之后呢 再把这个鱿鱼放进去 这时候要马上转最小的火 因为记住鱿鱿鱼如果煮久了 它马上就变柴了 就很硬了 就不好吃了 那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前面剩下的这个香醋一汤匙倒进去 之后呢 马上倒进去这个湿淀粉 也是我们之前准备好的 然后把它这个勾芡一下 那整个动作呢 要比较快 因为醋和这个鱿鱼都怕煮久了 那最后呢 就把这个蛋白像这样子倒进去 然后在锅里轻轻滑一下 这个蛋花就形成了 那记得呢 煮好之后呢 我们马上要把它倒到碗里 因为锅里的余热还会让这个鱿鱼变老了 那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更多的互动呢 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天原十万美食 也欢迎加入我的美食交流群 群的名字 我会在底下的说明栏当中标注